上海 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坐落在中国东部 是中国的经济 金融之核心 这座城市 以其独特的现代化风貌 丰富的历史文化 和生动活泼的夜生活著名 陆家嘴的摩天大楼群 矗立在黄埔江畔 如同一座座巨大的灯塔 照亮了这座城市的辉煌 穿梭在南京路步行街的人流中 你可以领略到 上海作为购物天堂的独特魅力 无论是古老的城市风貌 还是现代的高楼大厦 都在这座城市中 得以完美融合 展现出一种独特的美感 现在 请跟我们一起前往上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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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这个名字就如同一个魔力符号 代表着上海的历史与繁华 这片位于黄埔江畔的地方 以其宏伟的殖民地时代建筑群 和令人震撼的现代摩天大楼景观而闻名 漫步在外滩的长廊 你可以欣赏到 一侧是历史悠久的欧式建筑 另一侧 则是摩天大楼林立的陆家嘴 这种古今交融 东西融会的景象令人难忘 每一栋建筑都仿佛在诉说着一段独特的故事 见证了上海从一个小渔村 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历程 夜幕降临 外滩更显迷远 万家灯火映照在黄埔江上 如梦如幻 在此 你可以欣赏到上海独特的夜景 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与活力 总的来说 外滩是上海的象征 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长卷 在这里 你可以感受到上海的繁华与历史 欣赏到城市的美景 体验到独特的文化氛围 中华艺术宫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 是一个以展示中华艺术为主的大型美术馆 这座建筑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它曾是2001年上海APEC会议的主会场 其独特的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风格 令人印象深刻 艺术宫内部空间宏大 设有多个展览厅 展示了从古至今的各种中国艺术品 这里的展品丰富多样 涵盖了书法 绘画 雕塑 陶瓷等各类艺术形式 在这里 你可以欣赏到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 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 中华艺术宫不仅是一个艺术展览的场所 也是一个学习和研究中国艺术的重要机构 他定期举办各种艺术讲座和研讨会 对于想要深入了解中国艺术的人来说 这里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地方 总的来说 中华艺术宫是上海的文化地标 是一座展示中国艺术的宝库 在这里 你可以欣赏到各种美丽的艺术作品 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度和广度 体验到艺术的魅力 南京路步行街 这条繁华的商业街道 位于上海市的中心地带 如同一条璀璨的明珠项链 横跟在魔度的心脏 南京路与黄浦江相伴 见证了上海百年的沧桑变迁 矗立着时间的印记 踏上这条历史悠久的街道 琳琅满目的商铺 展现出上海作为购物天堂的魅力 品牌时尚精品店 百年老字号与民族工艺品商店 共相胜举 满足各种消费者的需求 在这里 你可以感受到 古今交融的城市氛围 聆听着商谷云集的繁荣喧嚣 夜幕降临 南京路步行街更显璀璨 霓虹灯闪烁 五彩斑斓 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抹斑斓色彩 漫步在这条街道上 你会被上海独特的韵味和活力 深深吸引 在这里 你可以感受到 古今交融的城市魅力 品尝美食 敬享购物的快乐 体验上海独特的风情 东方明珠电视塔 坐落于上海的浦东新区 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也是中国最具标志性的摩天大楼之一 这座塔 以其独特的设计和壮观的景色 成为了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之一 塔高468米 是世界上最高的电视塔之一 塔身由11个大小不一的球体组成 最大的球体直径为50米 最小的直径为9米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塔内设有观光厅 旋转餐厅 酒店和电视广播设施等 乘坐高速电梯登上观光层 你可以一览上海的繁华景色 包括浦东的摩天大楼群 黄浦江的美景 以及浦西的历史建筑群 如果你足够幸运 在晴朗的天气里 甚至可以看到远处的杭州湾 总的来说 东方明珠电视塔是你了解上海 体验上海的绝佳之地 这座塔不仅是上海的地标 更是中国现代化和繁荣的象征 无论你是旅游者还是商务人士 都一定会被这座塔的独特魅力所吸引 城隍庙旅游区坐落于上海老城乡 它以古朴的城隍庙为核心 环绕着一片繁华的商业区域 这里的建筑风格独特 汇聚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和现代都市的繁华景象 步入庙中 你可以感受到浓厚的宗教气氛 和古老的历史气息 这座庙宇始建于明朝 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变迁 但依然保持着其古朴的建筑风格 庙中的木雕 石刻和壁画 都反映出中国古代建筑和艺术的精湛记忆 庙中供奉的是古代守护城市的神奇 城隍也让人感受到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气息 木雕 石刻 壁画等艺术形式 在此处得以展示 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和艺术的精湛记忆 总的来说 上海城隍庙旅游区 是一个充满历史韵味 和现代气息的旅游目的地 无论你是对中国传统文化 有深厚兴趣的游客 还是喜欢现代都市生活的人 都会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毗林城隍庙的寓园是一座具有400多年历史的古典江南园林 这座园林精巧而雅致 以其独特的布局 精美的建筑和丰富的园艺艺术 吸引了无数海内外游客 漫步在园内 你会被这座园林的错落有致 和巧妙设计所吸引 这里的建筑 石雕 水井和植物 都展现出中国古典园林的精髓 其中 最著名的景点 包括精美的五竹石雕 以及寓意着富贵长寿的黄鹤楼 玉园内 还有许多传统的茶楼和小吃店 你可以在这里品尝到上海的特色美食 如小笼包 鲜肉月饼等 体验上海的地道生活 总的来说 玉园是上海的一颗璀璨明珠 它将古典的江南园林艺术 和上海的地方文化 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让人感受到历史和现代的交融 无论你是艺术爱好者 还是历史探索者 玉园都是你在上海旅行的必去之地 静安寺 坐落于繁华的上海市中心 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佛教寺庙 同时也是上海市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这里是繁忙都市中的一片宁静之地 充满了神秘和宁静的气息 寺庙的建筑风格典雅庄重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巨大的同志佛像和精美的木雕 展现出中国古代工艺的精湛技艺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饭音佛诵 闻到香火的味道 感受到佛教的庄重和神秘 静安寺周围是上海的商业中心 你可以在参拜完寺庙后 前往周围的购物中心 餐厅和咖啡厅 享受上海的繁华和现代 总的来说 静安寺是一个独特的旅游目的地 它将历史和现代 宗教和商业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无论你是对佛教有深厚兴趣的游客 还是喜欢现代都市生活的人 都会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朱家角古镇位于上海西郊 被誉为上海的乌镇 是江南水乡的典型代表 河道纵横交错 小桥流水 古色古乡的房屋 倒影在静静的河面上 如同一幅流动的水墨画 在这个拥有千年历史的古镇中 你可以漫步在石板路上 欣赏古老的吊脚楼和明清时期的建筑 感受古镇的宁静与历史韵味 而古镇的生活节奏也慢下来 仿佛时间在这里停滞 让人沉浸在静谐的过去 朱家角古镇不仅历史悠久 而且美食丰富 这里的特色小吃 如豆腐花 糯米团 清明果等 让你在品味美食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江南水乡的独特风味 夜晚的朱家角古镇更显魅力 古镇的灯光映照在河面上 如诗如画 让人流连忘返 你可以乘坐小船 听着船夫悠扬的吟唱 享受这个宁静的夜晚 好了 以上就是上海的一些必去景点的介绍 不知道哪个是您迫不及待 想到达的目的地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